GIF EMET 里面 这个效果的话就完成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再来一样的方式 一张三十一张六十 对原来的是零度 三十六再转过来九十也是零度 就是因为它上下是长一样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只要一个三十度 一个六十度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就开启那个GIF EMET 第二个会用到的软体就是 Photon Impact里面的最下面这个 做动画的 这个是做一般静态的图片 这个是做动画 你就开启这个GIF EMET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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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在跑 点下去 这个GIF EMET之后 先把它关闭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启影像 其实再做一次 跟Photon Impact一样的事情 到Web02里面 去开Images 的0204这张图 一样再开启一次 接下来 一样的方式 我就把这个显示的 这个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太小了 按加号就可以了 加号就放大 -号就缩小 这样子 那我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画格 不要动 第二个画格 要篮球 转30度 所以我就把 切换到Photon Impact 把30度这个篮球 复制起来 这个是30度 然后贴过来这边 贴上 编辑 贴上 有没有看到 30度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地方贴上来以后的话 这个边边要把它擦掉 用橡皮擦 把它擦掉 橡皮擦 这个地方慢慢擦 擦得漂亮 看不出来 不过线 擦进去一点没关系 就是外面这些 有没有 擦掉了 擦掉之后 再用这个挑选工具 移过来 这样就好了 可是这边也要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编辑 复制 编辑 贴上 这边就一个 有没有 注意角度 这样有没有 这样就好 那第二个画格呢 就会 这个画格 第二个画格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画格是这样的吗 第二个画格 转过来一点点的 第三个画格呢 跟第一个画格 所以第三个画格 我就必须怎么样 切过来 把它这个 复制起来 这个我们刚刚做的 然后再切过来 把它贴上去 编辑 贴上 一样的方式 橡皮擦 要一圈 擦掉 它进去一点点没关系 然后再把它移过来 有没有 这就是那个 60度的 对不对 再编辑复制 编辑贴上 再把它 因为会产生另外一个